历任BKLT,近几日流传出伊朗隐身战机首飞的视讯。 从视讯中可见,这就是此前公开的F-313战机。 在现有隐身战机中它的气动外形是最科幻的。 伊朗的隐形战机,凭空而出让美国措手不及, 而且还号称是专门针对美军F-35战机的克星。 英国媒体曝光伊朗战机首飞照片。 伊朗的F-313战机,最早于2013年对外界公开展示。 当时号称是继中美俄之后第四个成功研发隐形战机的国家。 虽然看上去F-313很科幻, 似乎伊朗的航空工业实力也不一般。 但实际上,长期以来世界各国,都被禁止与伊朗进行军事合作。 该国的军工业,艰难维持到今天。 基本不具备自主研发高效能战机的能力。 甚至连仿制战机零件,高效能导弹的能力都没有。 目前,伊朗空军的战机极度老化。 最先进的机型,还是美国七十年代卖给它的F-14。 但由于缺乏被用零部件这批战机的状态堪忧。 即使能升空飞行,也没有足够的不死秒导弹用于作战。 在这样的背景下,突然冒出个野形战机。 难免这让人感到措手不及。 根据少得可怜的资料可知。 F-313征服者战机的机身尺寸娇小。 气动外形的设计,更是史无前例。 F-313,采用单发单做设计。 近期到也罕见的位于机翼上。 不过,伊朗平一国之力,显然难以攻克F-313的发动机问题。 有海外智库称F-313战机的航发,是美国六十年代F-5虎式战机航发的修改型。 技术上实际已经严重落后。 并且由于战机体积极小,根本就没有武器内建弹舱。 所有导弹都外挂在机身外部。 那么必然会增大雷达电磁波的反射面积。 破坏战机的隐形特性。 战机座舱十分简陋。 甚至没有安装盘射座椅。 一旦发生事故飞行员没法逃生。 根据媒体曝光的F-313战机座舱。 虽然使用了液晶显示屏,但功能上显然不足。 与其他国家的战机相比伊朗战机的座舱,简直就像电脑游戏的模拟器一样。 十分简陋。 座舱盖的开合方式,与F-22相似。 但是边缘部分的粗糙工艺,让人怀疑它能否有效密封。 这次试飞的视讯,显示,F-313是在低空飞行。 如果是在高空飞行。 这种简陋的座舱盖,很难保证飞行员的安全。 可见不光航电技术没有合格。 恐怕它根本不具备正常战机应有的操作功能。 这样的战机飞上天,真要为飞行员捏把汗。 伊朗曾缴获美军的2Q-170无人侦察机。 很有可能在这架飞机上获取技术。 由于霍尔木茨海峡,已经聚集了4艘航母和准航母。 F-35战机,也部署到了这个距离伊朗近在咫尺的关键水道。 随时可能爆发与F-35的冲突。 显然,伊朗独自研发的隐形战机,无论是否靠谱, 都是要和美军一结高下。 不过很多海外军事专家,都不看好伊朗的隐形战机。 毕竟这么非主流的设计,怎么看都不像是F-35的对手。 美军最先进的F-35战机。 显然哪怕伊朗发动举国之力,也无法到达这个水平。 整体看来F-313虽然战力不行,但隐形能力终归还是有些用处的。 日常深入侦察,或是突防投射导弹攻击。 干这些活哪怕F-313的技术再不计也比一般的二、三代机强。 所以也不难看出为何伊朗要煞费苦心研发隐形战机。 从实用性上来考量F-313战机,是符合伊朗当前需要的。